论文课倒是真的比较重要 你讲的对 那个 那个理论都不重要 重要是那个程式要怎么用 好嘞 那我们现在进到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个单元 叫假设检定 假设检定 我打算大概 交个大概三四年 这种东西我就要写一个书了 所以我单元会自己重新讲 所以你会发现我好多的东西都弄一弄 会换一个信单元 好嘞 好嘞 假设检定 我们要从一个 现在还算润 还算年轻的 交这个也没交多久 才交三四年而已 好嘞 我们先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 其实假设检定 这个东西在法院里面很常用 你在法院里面常常看到检察官起诉的一个人 那个人是不是就坐在前面 然后旁边就做一堆陪诚团 然后再来就两个律师在那边讲他 对不对 第一个呢 法官要先做一个东西叫做无罪 对论 我不知道你们是叫无罪推论 无罪什么 无罪思考 无罪推论 对不对 就是我要假定这个人是没有罪的 例如他犯了什么杀人罪 我还是先假定他没有罪 那假定他没有罪之后呢 接下来检察官要拿出一堆证据 对不对 然后跟律师公罚 公罚完了之后呢 再由陪审团来决定他相不相信这个证据 可以吗 假设检定的概念就是这样 我一开始呢 把我要 我想要推翻的东西呢 把它当做 一开始都是这样 大部分的情况是这样 大部分的情况就是把我要推翻的东西 当做他是事实 当做他现在 应该是说 当做他没有发生 所以就是所谓的虚无假设H0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开始找一些证据 就是做一些统计检定的方法 然后统计出来 跑出一个数据之后呢 这就像是在法官跟检 那律师跟检察官在公罚 公罚完就是产生的一个数据 那个数据呢就是 假设检定中里面的P值 好这个P值跑出来之后呢 再来就由陪审团 旁边坐在那几个人 对不对 那几个人来看这个P值重不重要 那几个人陪审团呢 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显注水准 显注水准 如果陪审团认为这一个呢 够显注 那就把它退掉 对不对 就把它退翻掉 就把它抓去关就对了 如果不够显注呢 然后就把它放走 那把它放走 先听这个概念 我现在把这个人放走 代表他一定无罪吗 没有 只是你现在的证据 不够起诉他 所以假设典定的概念也是一样 如果你现在是不显注 如果你现在是不显注 不显注 不代表你一定要接受他 是代表你目前的证据还不够 这样可以吗 所以不代表说你一定要做 接受他这个决定 你自己呢 尽量的底 他可能证据不够 所以你一定 目前只是接受他而已 好 来 那我们从一个这个 这样就讲完了 讲事情 可以跳下一张 没有 把它讲细一点 好不好 我现在从一个法律的案子开始 这个是在美国真正的一个案子 只是他把数据改了 他把数据改的比较好 算一点 来 他在1960年跟1980年 1960年跟1980年呢 他们提出了一个东西就是 他们认为陪审团里面 他具有种族偏见 种族偏见 其实我忘记 我前阵子在看 我就忘记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间在哪里 因为前阵子那个 那个 微博是哪里上面 不是微博 那个QQ还是什么上面 有那个叫什么 林肯 有没有 林肯那一部片就讲南北战争 忘记他的时间了 好来 他呢 认为陪审团有种族偏见 就是认为黑人太少 陪审团的黑人太少 所以呢他们理论是这样 他的理论是说 在陪审团的成员里面 他是从何科公民里面 随机选出来的 所以陪审团 他是有一个合格公民表 就好像抽样调查一样 他有一个表 那这个表里面呢 他这个表会记录 你如果有犯前科 他就不可以当陪审团 就是你的犯行良好的人 不是犯行良好 犯行良好 是犯行 是你素行良好的人 你都可以 你都可能被选上当陪审团 他是随机挑的 香港也是用这个方法 他是随机挑的 好就是说呢 他假设我现在要组成 我忘记是五个还是六个了 你如果看一些港剧就可以看到了 有一个港剧叫 推销一下 有港剧叫法政先锋 好像有第一集还是第二集 对不对 他里面就有介绍 他里面包括 其实你看那部戏 你看完不是看那个 法政先锋是谁 我忘记了 忘记了 好反正 那是法政 那是政 没有他认识 还有律师的 我在找我看 那个法政不是 法政是在什么 是在那个解剖的时候 什么 法医的 那是法政 我不是讲法政先锋 是另外的 我在问我老婆 我老婆都看很多 他说我老婆看 那 那些呢 里面呢 你除了看那些之外 你还可以看到他法庭的生态 就是他的陪审团有几位 陪审团如何去讨论 这个东西要不要 就是要不要让他过还是不过 然后陪审团里面的成员会 只要请内吼 他里面都有 只要去做决策 那部片里面都有 我可以找给你 那 那个陪审团是随机的 如果你在香港 香港的合格公民 只要你的塑形良好 都有机会当陪审团 所以你可能是扫地阿姨 当陪审团 可能是一个主菜的当陪审团 可能是一个什么 那个开杂货店的老板娘当陪审团 也有可能是一个什么 很有钱很有钱的大老板当陪审团 他只要 划你来当陪审团 你就一定要请假 去做陪审团 因为这是你的秘密 这是你的秘密 所以他的理论是这样 他的论调是说 合格公民里面 他有一半的人是非洲裔 简单的讲就是像这个 你看到他有一半的人是什么 黑人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漫画画得很好 这个漫画还有画什么 这个肚子大大的有啤酒度的是 男的对不对 这个穿着三角形的这个是 你的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男女都有画 怎么样 肚子大大的也可以是孕妇 那种族偏见里面他说80个陪审团里面 他80人的陪审团初选名单 比如说他从所有人里面先挑80个出来 当初选 初选里面竟然里面只有4个是非洲人 也就是说你看 这边总共有80个 我没有仔细算 但是以这个漫画作者的言及角度 你可以回去看录影档 然后你把他打开暂停算算看是80个人 我没有算过 应该是 但是他里面只有什么 只有4个是黑头的对不对 所以他只有4个是非洲裔 只有4个是非洲裔 他的问题就说 这个是巧合的吗 还是他在挑的时候 有种族偏见 他先把黑人给裁掉 黑人给裁掉 好 所以这时候他是一个什么 他其实他是一个伯努力实验 为什么 因为我们N是几个人 我们抽了80个人初选 对不对 然后你总共 全部合格的人民里面 白人占1 2 黑人也占一半 对不对 所以你抽到黑人的几率是多少 1 2 所以你成功的几率是1 2 有没有 那你看 这个漫画 我们讲完这个就下课 这个漫画 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神 对不对 这个女神就是 忘记他是谁了 你要点他吗 不是 来 我们讲一下 他拿了一个天皮 你看我们讲完这个 他拿了一个天皮 这拿了一只剑 有没有 这眼睛被蒙起来 有没有看到 好 这是标准的 在法院外面都会有 天皮代表他是公正的审判 老剑代表他要产奸逐恶 蒙上双眼是代表他是公正的 他不管被 原告被告是谁 他一定要有证据才可以起诉他 这样可以吗 所以他是有意义的 好 我们上到这里 好 我们上次讲到这一页 对不对 我们上次讲到这一页 我上次有讲这个女神很重要 对不对 其实我忘记她是否定的 她好像叫做 跟Justice by有关 百太有关 好 忘记她多 猜猜看 可能是这样吗 可能是这样吗 哈哈 我看一下 也许吧 好吧 应该是长这样 好吧 后面那个DIM 大部分是等 好 来 我上次有讲 他这个代表 他是一个公平的审判 这一支包子代表他产奸逐恶 然后戴这个面罩是代表 他不管你是公 你是有权的还是没权的 你是有权利还是没权利的 他都看不到 他是一个公平的审判 对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首先我做了一件事情 这个你回去你可以画 以色列我可以画 我那本漫画书里面没有这个 但是我就想说我就要把它画出来 所以M等于80 对不对 所以M等于80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白努力实验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二项分布 所以我就把它的二项分布的 脂肪图画出来 可以吗 二项分布的脂肪图画出来 好画出来之后呢 这一条是什么 这条是它的累积的曲线 对不对 累积的曲线 好那你会发现这个累积的曲线 会很趋近一 对不对 可是你看 左边跟右边的刻度是长得不一样 这个是左边的是代表这个脂肪图的 右边这个刻度是代表这一条曲线的 这样可以吗 刻度不一样 那我本来想把刻度的宽度调一样 可是刻度的宽度如果调一样 这个脂肪图就看不清楚了 为什么 因为这脂肪图到最高只有到 0.0 0.09 可是这个累积会到 所以它就会变不清楚了 所以就不改 好吧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上次那个例子 我们还是再讲一下例子好了 例子是说 80个人的陪审团出选名单中 只有4个人是非洲裔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看 如果是在二项分布里面 你的人数 你的人数小于等于4 你的人数小于等于4 你的人数小于等于4的时候 那它的什么 它的几率是多少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看什么 这时候我们是要看这一根的 人数等于0的 对不对 加上什么 人数等于1的 对不对 加上什么 人数等于2的 人数等于3的 一直到人数等于4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PR 你的成功几率是0次的 加上PR 你的成功几率是一次的 加上PR 你的成功几率是一次的 你成功几率是两次的 对不对 再加上什么 PR 你的成功几率是三次的 还有一个 加上PR 你的成功几率是四次的 对不对 可以吗 就等于是这样 好 那我加起来之后呢 我就算出来是这个值 你可以用以色尤去算 好 算出来这个值是很接近多少 所以很接近1.4 乘以10的 -18次方 是非常非常的小 非常非常的小 好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那你说非常非常小 它真的很小吗 对不对 这不是一个问题吗 你说非常非常的小 可是你没有证据说 它真的很小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有一个证据出来 所以我们先帮你算出一个值 应该这个P值就是 检方跟检察官跟律师 两个在电话提出来的证据 好 现在要一个人来决定 这个值是不是很小 对不对 那决定值很小的是谁 是陪审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先找到一个陪审团 来决定这个值很小 好 这时候呢 我们为了用一个很简单的 所以这个办法书呢 它说要解释给法官听 为什么这个值很小 他就说大家都会玩复克牌 所以他就拿复克牌里面呢 拿三次同花大顺 其实我已经忘记了 同花大顺的顺序是多少 是12345吗 不知道 不玩复克牌了 大家都不玩复克牌 正好 好 那玩复克牌呢 他顺值就是 顺值就是 你知道顺值吗 你们上统计课 应该会讲到复克牌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吗 12345或23456 对不对 或34567 就连续五缸都长 有一个顺序叠上来的 对不对 那同花大顺呢 其实同花的话 就是12345之外 还要同样颜色 对不对 那大顺的话呢 就是他有一个 最特定的比例 不知道是12345 还是哪一个 就是同花大顺 你后面男生知道吗 也不玩复克牌 也不玩复克牌 所以他就算出了 拿同花大顺的几率 所以陪审团说 这个同花大顺的几率很小 这是-18 好像都打错了 是3.6乘以10的-18次方 你算出来值只有多少 1.4乘以10的-18次方 比你拿什么 三次同花大顺的几率 还来得更小 可以吗 所以陪审团就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显著水准 所以你小于他了 所以竟然比你拿同花大顺的几率 还小 表示你只有4个人 会发生的几率是非常小的 是非常小的 所以代表你只有挑到4个 非洲裔的人 黑人是不对的 这样可以吗 了解 所以 因为几率这么小 所以 只有4个非洲裔的陪审团名单 是不利于随机选择这一项强烈的证据 对不对 你如果随机选 不应该只有选到4个人 为什么 因为4个人的几率实在太小了 比你玩顾客牌还来得小 对不对 好 那个真的很小 我还没有拿过 两次以上 最多只有玩过一次 我都已经这么老了 这么久顾客牌做一次 好 好 所以呢 法官呢 就听了陪审团的意见 对不对 陪审团就是那一个 达法指的 这是你的显著水准 好 就决定了 否定他是随机的假设 表示呢 那一张陪审团的80个人初选名单 是有问题的 他拿到的 并不是一个随机拿到的一个 陪审团的初选名单 好 好 后面这个不要理他 好 所以他有一个四个步骤 这四个步骤要记一下 来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要写出一个假设 来第一个呢 H0叫做原始假设 或者叫虚无假设 它有很多名称 所以一个叫H0 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例子 我们都会写一个H0 H0其实讲简单一点 就是你想要把拒绝他的 就把他当做S0 可以吗 你想要否定他的 就把他当S0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讲法 好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对立假设 对立假设 叫Altnative 所以他有时候会用HA HA代表 他主要是因为这个对立假设 他是用Altnative 这个单字 好 那我们不管 有的课本呢 竟然上面是H0 那下面就用H1 H1 所以这两个都可以 好 那因为这个是漫画书 他上面写HA 所以我已经不太好改了 所以就不改了 所以对立假设就是HA 那HA就是你要否定的时候 等下我们看几种对立假设 会有三种 好 所以刚刚的例子 H0是什么 H0就是说 他的陪层团是来自于母体 那母体里面 是不是黑色的头占一半 白色的头占一半 对不对 所以来自母体呢 他选到非周易的几率应该是多少 二分之一 对不对 应该是二分之一 对吗 所以我需要拒绝什么 我要告诉人家说 他其实他不是随机的 他不是二分之一 所以我的虚无假设就设成二分之一 好 那你的对立假设是什么 对立假设是说比例太少 对不对 他只有四个人 比例太少 所以他的对立假设是什么 就是P小于二分之一 可以吗 好 那如果P小于二分之一的几率 实在是太小太小太小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他虚无假设给他 你卷掉 这样可以接受吗 好 好 所以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 就算什么 算你的统计量 对不对 所以第二步我们不是什么 在P等于0.5N等于0的一个二项随机分布 我们把他的那个叫什么 二项分布的值方符画出来 对不对 好画完之后呢我们去算什么 算他的人数 小于等于4的 对不对 算出他这个统计量 有没有 好这个统计量我们叫他叫做P值 可以吗 这叫P值 好这个P值呢 我们刚算出来是多少 1.4 乘以10的 -18次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检查统计量 把这个统计量给他算出来 好 算出来 好 对不起 应该还没有算到统计量 这个统计量应该是算什么 应该是算这个 S小于等于4这个而已 好 然后接下来才把这个P值算出来 对不对 好P值算出来之后 是1.4乘以10的-18次方 这个非常非常的小了 对不对 好那这个非常非常的小之后呢 这个是用电脑算的 用手算不出来的 好不好 你用手算不出这个东西来的 很难算的 好 算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要比较P值跟什么 跟陪审团的意见 对不对 陪审团就是谁 就是显著水准α 所以呢我们α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 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 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 好 如果我们的P值小于等于α 就代表陪审团认为 这个P值发生的几率很小 很小我们就会把原始假设 给它排除掉 对不对 所以像刚才的 那个统计学家把陪审团 把α设成什么 3.6乘以10的-18次方 你刚算出来P值是什么 1.4乘以10的-18次方 小于这个α 对不对 所以陪审团认为说 这个已经显著了 好 显著了之后呢 他就叫法官把它拟卷掉 这样可以吗 好 就把它拟卷掉 好 你会看到这只鱼 就说可疑 对不对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要画这只鱼 嗯 好 可能在交几次就懂了 为什么要放这只鱼在这里 好 好 所以呢 我们呢最主要是你的显著 你看哦 这个显著是可以调整的 这个α是可以变动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显著呢 我们这个显著呢 会有所谓的 一般 在科学领域 会用0.5 这是真的 尤其在医学领域 很多都用0.5 那0.5的话呢 如果跑程式 就是显著上面会打一个什么 STAR 这里面老师以前有没有讲过 好 记得哦 如果你以后你看到两个母体在做比较 如果打一个STAR 代表他们显著的水准是设 0.05 另外0.01呢 出来是两个STAR 所以你如果显著水准 有时候你看到那个报表 后面会有两颗STAR 001 好不好 很小很小 很少用这个 大部分都是用一颗或两颗 好 好 那很多科学期间都还是 登是两颗啦 好 一颗啦 对不起一颗 都还是一颗STAR 好那如果一颗的话呢 就是24里面 它可能会错一次 对不对 因为你的显著水准是多少 是百分之五 对不对 百分之五是多少 二十分之一 你的显著水准是百分之五 对不对 是二十分之一 所以24还可能错一次 这有没有问题 好 好 所以呢 我们再讲一次哦 第一个虚无假设就是H0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慢慢的 来告诉你哪些要设成虚无假设 对母体参数的某一个假设 或者主张其假定为真实的 所以先主张他是真的 就像你在法官的时候 你会先主张这个是没有罪 对不对 没有罪 因为你要证明他有罪 所以我们先假设他没有罪在那里 然后想办法拿证据 证据之后再推翻没有罪 那他就是有罪 那可以吗 好 这叫虚无假设 虚无假设 然后呢 我们对立假设呢 就是他有罪 对不对 好他有罪 虚无假设设没有罪 对立就是有罪 对不对 那有罪的话呢 其实就是什么 另外一个主张 或者是不同的主张 这样可以吗 好 然后我们再用P值 想办法来推翻这一个虚无假设 好 好 所以呢 假设检定呢 你在设H0的时候的一些原则 记得H0的一些原则 他设H0 其实这个很难懂的 这个有时候会因为你的case不一样 而做法不一样 好不好 就算 我在另外本书里面有个例子 他是跟商品有关的 你如果站在店长的立场 你的虚无假设 跟站在总机里的立场 两个会完全颠倒 两个会完全颠倒 那到底两个人到底谁错 没有错 好不好 没有人错 只是两个人立场不一样 所以他要比卷掉的东西会不一样 所以他本来就会射颠倒 是正常的 好 所以呢 将想要利用统计量去电证的假设 设为对立假设 想要去否定的假设 设为虚无假设 这是比较常用的第一个观念 就是你要把否定掉的 你要把理卷掉的 就设成虚无假设 例如 我现在假设呢 像武夷站这边产茶 对不对 好产茶了之后呢 我常常去买茶 就被偷金减两 好这个 我第一次买茶被骗了 我买了一斤 一百六十块的茶 然后呢 他进去他都会泡茶给你喝嘛 他还会去抓那个茶出来泡给你喝嘛 对不对 你喝了之后 我是喝了之后觉得还不错 所以我跟我老婆就买了 其实我们本来不是要买 我老婆只是要那个盒子 装茶那个盒子 他只是要拿来装法式 装那些塔西塔巴的 然后里面有六包茶 还是四包茶 然后你去的时候 他就叫你进去喝嘛 你就进去喝了 进去喝 通常他都说 你喝完不买没有关系 可是你通常喝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不好意思不买 对不对 所以就买了 好 第一次就买了一堆 不好的茶回来 先拿去给人家瓶 等他喝一口 就说 这个茶不好喝了 就整个倒掉了 好 第二次买茶是在下梅买 好 我跑去下梅玩 那下梅玩的时候 那个茶 我不在下梅那个大附地里面 不是在里面买 就说里面的茶很贵 他里面的外面有一个什么 他的29代什么什么媳妇 反正下梅那是什么 周四对不对 29代媳妇 很多人 29代应该很多人 对不对 其中一个在卖茶的 他给我的茶倒是蛮好喝的 平起来真的还不错 但是我在这边喝过 第一次喝到好茶 第一次 就除了我们里面内部在泡之外 就是第一次喝到真的好茶 然后他就帮我装了三个回来 然后三个回来之后 又丢几单试用包 回来给他们说 给台湾老师评论 如果好的话 可以打电话去忙一下 然后就拿给我们台湾老师会喝茶的 就已经来半年了 已经会喝茶的 他们说这个茶真的还蛮好喝的 然后我买一斤大概是200 我就买半斤 那半斤是什么 半斤是十两还是五两 五两对不对 半斤是五两对不对 半斤是五两 到最后他那个 我有另外一个老师就看到了 他说你只有三个盒子 那个三个盒子 最多只能装三两 因为那盒子是比较小的 他说一次只能装一两 我就说不太可能 他会给我偷金减两这么多吗 然后后来我们就去 一个老师的朋友家 去蹭几两 称出来之后一包是1.4 1.5两 再1.5 所以三包加起来只有4.5两 4.5对不对 就是少了五两 有没有 被偷金减 0.5两 然后就感觉就被偷金减两了 他还跟我说他的茶什么 他的茶不会卖我贵 因为他们是供定价 但是他会送我多送我一点 好像变成少送我一点 但是他有送几包试用包给我的 如果把那些试用包加进去就差不多了 好 那讲到这个就是 茶常常会偷金减两 在台湾也是 所以在台湾真的有这个案例 就是有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真的是送给研究中心去做 就是他要证明这个茶到底是不是偷金减两 那你不可能每一罐都打开来研究 对不对 你知道那个茶罐只要一打开 他不是从后面装回去吗 然后再密封起来 如果把上面一打开 是不是就要把磨割开 对不对 不可能做这种事 所以你只能抽样 对不对 抽起屏出来 他抽起屏出来之后 你再去做什么 再去做秤重 秤完重之后 你可以假设说 他本来告诉你是一斤 那你就以一斤当做什么 虚无假设 对不对 然后你要对立假设是什么 小于一斤 对不对 你再去秤 秤完了之后 如果你的几率发生的是很小 那你就可以拒绝他是一斤 这样可以吗 这个是真实应用的例子 就可以拒绝他是一斤 他真的是小于一斤 小一斤就是他有脱功减两个的 一般不会射大于 假设他大于等于一斤可以 做法是一样的 跟等于一斤是一样的 再讲一次 对啊 对啊 我昨天跟你讲的 只是以目前的证据 他是什么 如果你拒绝了就可以了 拒绝掉了 好 好 来第二个呢 是错误地拒绝某一个假设的后果 比较严重 比较严重 对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该假设 设为虚无假设 可以吗 那这个呢 就是跟你的应用有关的 这个我们课本也都看不到 好不好 这个跟你实际应用有关 例如水支援污染的时候 就会用到 环境污染 水支援污染 或者什么空气污染 或者你癌症 有癌症 这种 这种 这种如果你把 有癌症的 判成没癌症 你把拒绝他是有癌症 那不就完了 对不对 这样子 所以 好 再来就是其他人的主张 作为虚无假设 对不对 亦 即假定其他人的主张是真实的 那我要把他的主张给他 reject 掉 这样可以吗 这也是 我们通常 法官 法院就是做这个 对不对 好 好 所以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两个例子就好了 第一个 我要知道出生儿的体重 是不是比以前重 那我的虚无假设要射成什么 H0 射成什么 3 对 H0就是你的平均体重是什么 3 H1 对立假设 大于3 比以前重 对不对 所以大于3 好 那下面这个呢 是我 营业部宣称 该年公司的 年销售额为500万元 这个是真的有的 因为公司他不想发那么多钱给股东 所以他会说他的年销售额只有500万元 但是股东说你不应该只有赚这么少 应该要赚多一点 对不对 所以我的H0是谁 等于500 或者小于等于500都可以 可以吗 好 那H1呢 大于500 这样可以吗 好 销售的大于500 这样有问题 好 所以其实很简单的 好 那再来呢 两个假设完了之后呢 再来就有两个决策 两个决策 这个决策就是你到底要拒绝H0 还是不要拒绝H0 对不对 好 一个就是不拒绝H0 就是接受H0 那我上次有讲 对不对 你接受H0 只是暂时接受 依你现有的证据要接受他 因为你的证据还不够 对不对 未来你搞不好收集到更多的证据 你就有办法拒绝他了 好 所以我们会分成两个 会有所谓的接受欲 跟不接受欲 就是拒绝欲 好不好 好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拒绝H0 把H0拒绝掉 把H0拒绝掉 那如果你的统计量都在拒绝欲 那我就把H0给他拒绝掉 H0拒绝掉就代表是什么 H1为真 也就是说 依你现有的证据 我就可以把H0拒绝掉 我就可以判H0要去关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显著水准在这里 对不对 他相对应的会有一个临界值 这个临界值 会把我的domain分成两个区域 一个是什么 接受欲 对不对 接受欲就是包括什么 这个地方的 Muling的这个地方 你中间的 你要拒绝掉那个东西 要接受欲 那如果很小很小这边才叫做什么 拒绝欲 我们以右尾 这是左尾 左尾来主示 这样可以接受吗 可以了 好 所以最重要有两个 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显著水准 打法 另外一个是谁 这个临界值 START 可以吗 这个有的会用什么 会用DSTART 或者用什么 用TSTART 这样可以 要看你的分布是用哪一个 或者是什么 D的 这个是负的 如果是这边负的什么 RF T的 负的RF 这样也可以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我们最重要就是 我们的法官 呃 我们的 叫什么 我们的 陪审团 陪审团呢 他会告诉你 你要小于多少 对不对 所以这个RF呢 就是你的显著水准 很重要 还有一个显著水准 好 那显著水准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般设成0.05 或0.01 0.05 0.05 就是一个START 0.01 就是两个START 这样可以吗 好 好 那行一错误的 跟行二错误 我们最后会讲 现在先不讲 我们先看例子 好 好 那我们一开始呢 还是一样 先看样本比例的 跟比例有关的 那比例的 我们再复习一下 样本比例的平均数 就是1 对不对 然后它的变异数是什么 就是P成功的机率 成功的机率 成功失败的机率 乘以除以N 那它的标准 它就是开根号 当N够大 就是NP大1等于5 and N乘上1-P大1等于5的时候 它就可以用常态分布了 好 可是呢 我们刚刚那个布克牌的例子 不是布克牌 刚刚那个Pathent 那个例子 那个例子呢 其实NP已经大1等于5了 我算过了 但是你如果 用常态分布来逼近它的话 你算出来纸会比真正的纸再大一点 你回去可以试试看 那它就不会小于同花大顺了 它就会大于同花大顺 你回去可以试试看 刚刚那个例子 用这一个来做 用我们现在讲的方法来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陪审团呢 这个例子呢 是一个 它是假设什么 假设呢 我们抽到的几率是多少 抽到几率是二分之一 因为有一半的人是什么 黑人 一半的人是白人 一半的是非洲裔 一半的是不是非洲裔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的H0就是什么 就是P等于 就是冒号 H0 P等于什么 P0 那P0我们这里用的是什么 二分之一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们之前也有看到一个 艾都斯参议员 有没有 艾都斯参议员的话 他是什么 他 对 1000个有550个支持他 对不对 好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他的支持率是多少 大于五成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什么 要想办法拒绝掉 他支持率是小于0.5的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的H0可以设成什么 可以设成P等于P0 等于二分之一 或者是P小于等于什么 二分之一 可以吗 就是我的支持率呢 可以设成是二分之一 也可以设成它是小于等于二分之一 就是我要拒绝他的支持率是小于二分之一的 这样有问题 好 好 所以呢 就像我刚刚写的 我们刚刚的是H0等P等于P0 对不对 然后他的对立假设是什么 如果以参议员这个例子 他的对立假设就是希望 我的支持率要大于什么 P0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右尾 好 我们先讲 好 我们先记得右尾 什么叫右尾吗 你叫右 对我问过这个问题 右侧 左侧 庄侧 右侧 好 那他的对立假设呢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P小于P0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什么 左侧或者叫左尾 对不对 他如果P不等于P0 这个呢 这个就是双侧 或者叫做什么 双尾 这样可以接受吗 好 好 陪审团的例子就是什么 就是我说 我要去证明他什么 证明他真的 黑人真的太少了 对不对 所以我的对立假设就是P小于0.5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左尾 对不对 有问题 左尾假设就是左侧的 好 那如果你是丢一个铜板 如果你现在丢一个铜板 要检查这个铜板是否平衡 那是否平衡的话 就是他大于0.5也不好 小于0.5也不好 对不对 所以我的对立假设就是P不等于0.5 那P不等于0.5的话 表示大的跟小的都要考虑 所以两个都要考虑的时候 就是双侧 对不对 对就是双尾 这样可以吗 好就是双尾 好第二步呢 我们刚刚第一步是决定H0 H1 第二步就要去检定你的统计量 对不对 好你的统计量呢 这个OBS是观察值 是观察值的意思 好 对 Lovation 是这个单字好不好 观察值 所以我要去观察这个统计量 好统计量呢 如果样本数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什么 就用常态分布的立分数来当你的统计量 可以吗 那如果呢 是什么样本数少的时候就用什么 T分布的T分数来当做你的统计量 好 所以就是你算出来的估计值 减掉什么 你虚无假设的那一个P0 对不对 P0 除以什么 除以你的分母 对不对 你的分母是什么 你的分母就是 嗯 成功的几率 乘上什么 失败的几率 除以N开根号 对不对 好可是这时候成功的几率不是带Phead 这时候你是假设你的母体是什么 你的母体是以P0为中心 对不对 你记得我 刚刚不是这样吗 P0 假设中心点是P0 对不对 对吗 然后你要算出来 算出来在这边对不对 然后把它解掉 有没有 所以你的母体是你的虚无假设的 这个P0要带 进去里面 带什么问题 插在这个地方而已 所以等一下如果是平均速的话 就是你要以那个 你要拒绝掉那个当做平均速带到里面 这样有没有问题 可以 好 所以我们在第三步 我们会有什么 会有三个 就是看你的右侧还是左侧 还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要算出我们的P值 第三步就是要算出我的P值 好P值算出来之后 再用α来决定要不要理卷 好对不对 好P值呢 我们会有什么 右边的对不对 右边的是哪里 是在这里对不对 因为右边是对立假设是P大于等于P0 对不对 好大于P0 好大于P0的话呢 我算出来观察值 如果在这里 这一块面积就是我的P值 可以吗 这块面积就是我的P值 好 那我再看这个P值呢 是不是小于我的显著水准 有没有问题 好再看P值是小于我的显著水准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所以有的书会写两个方法 一个叫做P值法 一个叫做什么 一个叫P值法 另外一个叫D值法 或者叫P值法 两个不一样 那其实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看我的α 假设我的α在这里 这一块如果是我的α 那这一块如果是α 代表P大于α 对不对 这是接受P 对不对 是接受不是接受P 接受什么 H0对不对 好接受H0 那这个情况底下 你也可以跟这个比啊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的力的α 对不对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观察值 如果小于你的力的α 如果是在右围减定的时候 你的观察值小于你的力的α 那就要接受什么 H0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叫做例子法 那其实概念都一模一样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 每一个都画图 我每一个都把这个图画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图画一下我就知道要哪一个 这样可以接受吗 好 再来如果是左边的话 如果是左边的话 你的观察指示就在这里 对不对 观察指在这里也跟刚刚一样 我像画一个不一样的 好 所以p值是哪一段 紫色的这个是p值 对不对 紫色这个p值 好 那如果我现在呢 我的α是长这样 蓝色的 这一块是我的显著水准 α 对不对 好 那我发现我的p值 小于α 所以要理解掉 H0 对不对 理解掉H0 好 那我们也可以用什么 也可以用例子法 这个就是例的什么 负 α 可以吗 例的负α 那你会发现你的观察值 例的OBS 小于什么 例的负α 所以就可以把它 解掉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 那很容易搞混 对不对 所以就是 画图 这样可以吗 等一下我们看例子就知道 画图就可以了 画图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好 那如果是双边的话呢 就是看什么 看两边 对不对 那两边这两块加起来的就是要什么 这两块加起来是p值 对不对 如果p值 不要讲那么难 p值只要小于你的显著水准 就理解掉 大于你的显著水准就 接受它 就这么简单而已 你不要管什么 例的α什么都不要管它 我们等一下再看就好了 好 所以第四步呢 就是把你的p值 跟显著水准做比较 对不对 如果我的p值 小于我的显著水准 我就给它reject 对不对 可以吗 如果你的p值呢 大于等于显著水准 通常会大于 不至于会等于 那我就给它做什么 接受它 这样可以吗 接受它 好 所以你就可以做一个结论 跟一个统计决断 那我这里呢 因为我觉得课本后面的例子 课本后面的例子都是计算的 那都是考试题 好不好 课本后面的习题 第104页那边的下面的习题 都是考试的题目 所以我可能会印一张 另外一本课本的 我把下面的答案给它插掉 那个没有标准答案的 我就把上面的题目 它的研究案例整个印下来 台湾的一个研究案例 我把它印下来 然后一人发一张 然后你就知道 还是我只要QQ发给谁就可以了 我看那一段 然后把图片QQ发给 发给你可以吗 然后我们把那个当作作业 好不好 可是我会教你e sale怎么用 e sale用完之后 你用e sale去跑 好不好 去跑跑看 好来我们以这个 艾斯杜参与员的这个例子 好 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的h0是什么 就是0.5 对不对 我希望它支持力能够超过0.5 所以你可以用0.5 也可以用小于等于0.5 都是可以的 好不好 都是可以的 好 好 那我的对立假设就是 我希望它的支持率 怎样 大于0.5 如果大于0.5 它就可以参选 所以它是一个右尾的 对不对 它是一个右尾的 你只要看到这里是大于 就是右尾的 也就是说你的0.5 是在中间 这是已经是标准化的 如果没有标准化的是代表什么 0.5在中间 这样可以吗 好 那我希望它的支持率能够超过0.5 那超过0.5的几率很小很小很小 对不对 那如果我算出来值真的超过了 那表示我可以 reject掉0.5 对不对 reject掉0.5 好 所以这时候我算它的观察值 观察值怎么算 刚才同学我讲你的phead是多少 1000个里面 有550个人支持它 这是我的观察值 对不对 所以算出来是0.55 所以就拿0.55 减掉0.5 除以来注意分母 分母是什么 0.5 0.5 对不对 这个是p0 这个是1减掉p0 所以不是用 不是跟我们之前算那个什么 我们之前在算它的信赖区间的时候 是用0.55 等下1减掉0.55 不是 不是的 你要注意一下这里 这边有差异的 好 所以算出来我的观察值是多少 3.16 所以我换出来这边是3.16 对不对 3.16 接下来要查表 查这个什么 查这个p值可以吗 查这个p值 所以这个p值是什么 就是你的例子 大于等于 什么 3.16 对不对 大于或等于都可以 因为我们讲过了 3点没有几率 对不对 好3点是0 几率是0 不是没有几率 几率是0 所以例大于等于3.16 这块面积算出来是多少 是0.0008 对不对 很小 有没有 也就是说他告诉你什么 如果你的中心点 是在0.5的时候 你要得到0.55的几率是 以上的几率是很小的 对不对 要得到0.55很大几率很小的 所以你可以解掉什么 0.5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这个呢 会小于什么 会小于你用0.01 这个显著水平的 好 那这个就是多少显著 2颗 可以吗 2颗 那2颗 他有时候写在哪里 他有时候写在这里 他会写Z的OBS 就是多少 就是3.16 然后上面打2颗星 或者旁边打2颗星 这样可以吗 每一本书的写法都不太一样 好 这样的问题 这做法应该蛮简单的 好 那这个呢 是我要告诉你说 我们查表来 你看喔 这个是大于3.16 对不对 好 如果我查表的话呢 你要先查什么 3.16 你要记得这张表是什么 这张表是以中间为一半 对不对 然后到你的什么观察值 这个地方是3.16 这块面积是多少 有没有 对不对 但是我要的是这块面积吗 不是我要的披子是哪一块 是 红色的这一块 对不对 所以我要先找出蓝色那一块 那蓝色那一块呢 我这边有没有3.16 没有 这边只有到3.09 对不对 好 把这个讲完 好 到3.09 都是多少 0.4990 对不对 好3.09 这不是3.16 这个是3.09 就是0.4990了 那红色的这一块是多少 红色这一块是 0.001 对不对 0.001 可以吗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 你在3.09的时候 红色这一块都0.001了 所以你的p值呢 在3.16的情况底下 一定会小于 很好 一定会小于什么 0.001 这样可以吗 也就是说你的表 虽然没有那么远 但是你还是可以查到的 这样可以接受吗 可以 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 所以他可以 以刚才那个艾杜斯的例子呢 他是什么 他可以弃缺掉H0 他可以弃缺掉H0 H0是谁 H0是说他的支持率只有一半 对不对 是0.5 对不对 我现在可以把这个H0给拒绝掉 表示他可以接受什么 接受他的支持率是大于 0.5 所以会支持率可以接受他支持率 会大于0.5 所以可以什么 他就很有把握 他可以什么 他可以领先 对不对 所以他就可以参选 他可以参选 可以参选 你不觉得 这个人长得跟他一样吗 这两个 这个头 跟这个头 是一样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 因为他参选了之后 就可以变成肖像 然后挂在墙壁上 就像以前 以前我们要挂 我们应该也要挂 对不对 前面要挂 毛泽东 对不对 有没有 有挂 只有挂鸿喜 毛泽东会挂哪里 就会挂 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 丁岩找师姐 你不知道 那表示你们出生的时候 已经没有再挂毛泽东了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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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 文革那时候就没挂 好 之后就 那我们挂的时间还比久 我小学的时候还有 孙中山 蒋中正 蒋经果跟李登辉 四个 刚好四边各挂一个 然后李登辉完了之后 换别人就没得挂了 如果挂完搞不好 搞不好挂在领导人之后 搞不好整个挂一圈 看什么 你在念书的时候 你在上课的时候 不专心 前面会有一个 孙中山看着你 后面会有一个 孙中山看着你 随后在看手机 对不对 四边都被看光光了 那倒不如装四台摄影机 还比较实在一点 台湾有 我以前服务的学校 有一间叫逢甲大学 私立的 然后他们 我离开之后 他们有做一个 他们有做一个教学制度 台湾现在有在做一些教学制度创新 他们就有一个教学制度 你们不是一个门禁卡 门禁卡是一个RFID的设备 就是你要进去门 你如果有一些大楼 你进去你不知道灯它门才会开 对不对 你才可以进去 有看到这种东西吗 他那个门禁卡有一个功能 就是你只要在门上面设 前后门都设一个监视器 都设一个感应扣 感应扭 然后你都走进来 都不用灯 你都走进来就可以了 走进来之后 你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点名簿上面 就会灯 你就会亮起来 第二个人进来 他就会亮起来 第三个人进来 就会亮起来 然后那个是一个网路的 你家人只要点网路 点到那个网站 然后看一下 你这个哪一个班级 就是你儿子在的班级 或你儿子在的班级 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 就可以看到 他有没有来上课 他出去之后 他就按掉 这进来他就会再打开 不带 就不能不带那个卡 对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全班的 老师也可以点 老师也可以手控点 老师就可以看到 全班的点名状况之下 所以老师就不用点名 就可以省掉点名的时间 那个实施两个礼拜之后 好像就被学生抗议了 然后现在好像没有做 台湾就是这样 台湾就是学生抗议 就学生如果抱怨的很严重 他就会把这个政策取消 像那个 像网路也是 那个有一间学校 我记得是原字大学吧 还是哪一间 他们本来想要设定 凌晨4点断网 4点到6点断网 然后学生就集体抗议了 想 你凌晨4点断网 你4点还在上网 要干什么啊 你4点干嘛要上网 本来人家都12点啊 因为很多学校12点断网 会被抗议 像我以前念书的学校 交通大学 他12点要断网 学生全部都抗议 我就想说奇怪 你12点断网 你还在干什么 你做报告也不会做到12点啊 对不对 你12点以后会做报告吗 偶尔 可是不惨 偶尔 那一定是玩游戏的 你这么晚不睡觉 在那边打怪 不是很浪费你的体力嘛 对不对 然后那一间学校是4点 4点我就觉得断在4点 已经很奇怪了 对不对 那4点还会被人家抗议 真奇怪 不要理 好了 我们来做这个例子 现在呢 有一个市的中学教师呢 他大学本科毕业的比例是0.6 这个你们这边应该还有啦 在台湾就不一样 台湾所有的中学教师一定都大学毕业了 几乎全部都大学毕业 所以一些老的洗顿棉毛了 快退休的而已 好 他的比例为0.6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算了一个p hat 是什么 是0. 不对不对 讲错了 0.6就是呢 我的母体 我假设我的母体是0.6 好 现在某区呢 他选取了50名中学教师 其中大学本科的只有32个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灌出来p hat是什么 是32除以50 对不对 那我们有一个p是什么 p0是0.6 那我们现在想要看一下 这个区呢 这个区跟整个市里面 是不是有差异 就是本科的比例是不是有差异 本科比例是有差异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h0是谁 就是我们要理卷调的 对不对 0.6 对不对 p 这不是p0 p等于0.6 我把它插更近 好的h1是什么 就是 有没有差异 他有差异 他小于0.6 大于0.6 都都没有关系 对不对 这就是不等于0.6 所以他等一下做出来是一个什么 双尾的 对不对 双尾的 所以你看会画图 好来 你们做一下看看 所以第一个 虚无假设是p等于0.6 对不对 然后呢 对立假设是p不等于0.6 然后我们刚刚统计量是多少 统计量你要先算p hat 对不对 p hat是多少 忘记了 32 除以50 对不对 我这张没有答案 没有写答案 好 那我们现在要算他的统计量 对不对 那统计量你要检查一下 他的什么 他是不是大样本 对不对 大样本要算什么 np 对不对 np 50 对不对 乘以0.6 有看到 30 是不是大于5 对不对 n乘上1-p 50 乘以0.4 是不是20 大于5 对不对 其实有的书会说 你只要上下面那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50乘以0.4 一定会小于50乘以0.6 对不对 所以比较小的如果大于5 那比较大的就会真的大于5 但是不要记那么多了 好 那这个算出来之后呢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力的 对不对 算力值 叫力的观察值 对不对 好力的观察值是多少 来帮我算一下 帮我算一下好不好 走去 32 先算32除以50吧 32除以50 0.64 所以这很好算对不对 好 所以上面就变成什么 0.64 减掉 0.6 除以更号 0.6 乘以 除以50 对 好 所以上面是多少 0.04 下面呢 来算一下 应该蛮好算的吧 应该蛮好算的吧 看出来哦 0.0048 0.0048 菜根号 猜完是多少 0.069 对 所以 除以0.069 可以吗 那0.04 除以0.069 是多少 多少 0.579 0.579 0.58 好不好 有算错吗 0.04 除以0.069 是0.5797 0.5797 你进位就是0.58 对不对 对吧 下面算错了 下面算错了吗 0.219 我算一下 0.6 乘以0.4 乘以50 是0.0048 对不对 0.0048 对不对 0.069 对不对 对不对 0.069 所以算出来是0.058 这样对吧 0.058 0.58 好 所以我现在要算的是什么 TR T子就等于什么 TR 果然是0.058 币的绝对值 因为我是双尾 对不对 要大于多少 0.58 就是左边要大于0.58 右边要小于 负的0.58 所以就可以写成这样 所以它是一个双尾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里是多少 0.58 对不对 这里是多少 负的0.58 对不对 可以接受吗 可以 好 那我现在要算什么 喔唷 綠组组组组组组 已经拍它 我的衣服也帮了 我现在要算什么 这块面积的嘞 跟这块面积 可以接受吗 好 那我来插表 来看表 表 表不在这里 表在哪里 表有 0.58 吗 0.58 这张表是什么 是一半 对不对 如果这里是0.58 0.58 在哪里 0.2190 所以这块面积是多少 是0.2190 对不对 可以吗 0.2190 所以你要的P值在哪里 你要的是这里 0.2281 对不对 0.281 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0.281 但是我们的P值是哪边 两边对不对 所以等下0.281乘以2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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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0.281乘以2 这有问题 没问题 好 所以我们回到这里 所以这个P值应该是什么 我们刚查了 他应该是0.281乘以2 对不对 0.562 算数都好快 好 56562 这个是大于什么 大于α 对不对 我跟这个α做比较对不对 大于多少 0.05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是要什么 是要接受 对不对 接受 接受 接受这个假设的话 就是代表 以目前的证据来讲 他跟 这一个区域的 跟整类的 是一致的 这样可以吗 跟整体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知道 接受这个假设 所以接受这个假设 代表 他的比例并无 什么 显著的差异 显著的差异 好 其实我们这样是跳着讲的 我们的第九章 已经讲快完了 这是第九章的 165页的这个例子 165页的 所以第九章也快讲完了 好吧 第九章的东西 我会慢慢的把它挪到前面来讲 就插进来讲 因为两个一起讲 算法是一模一样的 好 好 再来我们看完母体的比例 样本的比例 我们现在要看他的平均数 他的平均数 他的大样本的话 现在是n大于等于30 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真的可以用在茶叶上面 尤其是你们这边 常常可以看这个例子 好 这个例子是一个卖片公司 这一家卖片公司 他说 他的卖片 每一个至少是16英两 对 至少16英两 也就是说他认为他的卖片里面的重量 一定是大于等于16英两 可以吗 16英两 每一盒的卖片 你如果到 你如果到美国 或者到 到美国比较明显 到美国 你到他的加热湖 他美国没有加热湖 他的窩霸 什么 就是超级市场 超级市场很大 我们城区最大的是华龙 对不对 他搞不好有华龙的 10到20倍大 他的超级市场就是这么大 好 他的超级市场就是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超级市场 现在台湾也都流行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 很像沃玛那个 沃玛好像大陆有 对不对 沃尔玛就是 他是翻沃尔玛 他是美国 沃尔玛好像是美国 是第三大 还是第二大的超级市场 第一大的没有过来 Costco也是 台湾的Costco 就是学好市多 你们这边应该没有吧 大陆有了吗 好用多 好用多 一样的吗 不一样 Costco叫 其实他应该叫Casco才对 Costco 他应该念Costco Costco才对 我们到夏威夷去 他也是很大一间 都很大一间 好 对我去过很多地方 好 所以我都没存什么钱 钱也是花光光 好 他说他至少是16英镑 他是一个真诚的食品杂货公司 不对 应该是说 有一家叫真诚 真诚 真诚 食品杂货公司 他收到他的货之后 发现他量了几个 他的平均重量不到16英镑 他就会等于退货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是抽样 来量量看 他到底有没有小于16英镑 对不对 如果16英两不是英镑 英两 英镑太重了 16英两 如果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就直接说他不是16英镑 他偷金减两 所以我要把它退货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时候是看到是 样本平均数的抽样分布 而且我们现在看的是 n大一等于30的这个Case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 这边讲作业 我们上次讲作业就是这个 第一个 样本平均数 他的期望值是μ 你就是说我要你证明什么 样本 我从里面抽样是抽出来 是s1 对不对 假设我抽出s2 假设我抽出n个 xn 那我的样本x bar是什么 x bar是s1加s2 加点点点 加到xn 对不对 除以谁 除以n 这是我的x bar 可以吗 这是我s bar 这个s bar 其实是一个随机的 因为这个抽样 这都随机的 对不对 所以这每一个你可以把每一个s 都当作随机变数 因为都随机来了 我把n个随机变数交在一起 除以n 我帮你去证明 这一个x bar的平均数就是μ 可以吗 不会证 查书也有 好不好 去找一下 会证就自己写 另外一个要证明就是 它的变异数是什么 变异数是 原来母体变异数的平方除以n 它的变异数是母体变异数的平方除以n 它的标准差是母体的标准差 除以n 所以你其实只要证明这个 跟证明这个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注意就是要证明这两个 证明哪两个 我再把它空起来 证明这句话跟这句话 好不好 证明x bar的平均数是μ x bar的变异数是σ 除以n 可以吗 什么手脚 随便 薛青莫也想教好不好 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 这一题 回去自己慢慢写好不好 都可以了 反正就早一天 你们都写好了 就收上来就好了 很随性的 这蛮简单的作业 是要看你们以前的 我没有讲很仔细 因为我想看看你们以前学的怎么样 你们以前应该有证明过 应该就有了 对 找一下应该就有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找到 你们应该下礼拜就可以交 对不对 那个人晚一点找到 你们就晚一点找 对不对 对 早一点找到 明天就可以交 对不对 你们好像有两个 我不知道 好像两个班搞在一起 有一个班好像是三个班本 我忘记是几个班 作业 你们班这个应该还好 这作业简单 对 有一个比较难的班的作业 大概是程式 就是他们教程式上来 大概都三个版本 三个版本就是三个人写好 然后就复制复制复制 所以他的工作也是电脑没有错 但是是右键copy 左键贴账 好 要连复制也不用 只要把上面的名字改掉 就好 好这个我们已经看很多遍了 我只是要复习一下 让你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要用的是这个 抽样分布 好 所以我们现在 他不可能每一盒都打开 对不对 他不可能把每一盒的 那个谷物都打开 对不对 有没有 这是股片 有没有吃过这个 这就是 如果你去超级市场买 就是外面有一只老虎 是不是 那个叫什么 我会听他是哪一个牌 叫什么 Silio 这叫什么 就是股片 就是里面是玉米片 玉米片 然后你包一杯牛奶 然后把玉米片倒在上面 然后 不是麦片 是玉米片 然后玉米片甜甜的 所以他加牛奶之后很好喝 很好吃 或者是 后来有变种的 有巧克力球 有很多变种的巧克力球 还是什么 也是倒进去 但是这个量很高 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吗 没有 好 没有这个 如果有机会 我从台湾带一个来给你看 好 我小时候很喜欢吃 我爸不让我吃 我长大了自己去买 我这个可以 有人会拿来当点心吃 生思 生思 当点心吃还蛮好吃的 或者你去那个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 你有没有去吃过那个 蜘蛛餐那种 那种 那个像餐厅的蜘蛛餐 不是我们学校那个 顺枕那种蜘蛛餐 是那个buffet的那种 就是那种 吃到饱的那种蜘蛛餐 那蜘蛛餐 有时候他会在牛奶区旁边 就会放一个碗 那个碗上面就很多玉米片 就是那个东西 好 他总共有一包一包的 你如果每一包都把它打开检查 就像我上次讲的 你每一包都打开检查 那就不用卖了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就从里面什么 抽了49盒 49盒 那49盒呢 他现在呢 要去算算看 到底呢 他要不要理解掉他的什么 他的这个 他说他很诚实 他一定都是16英两 要不要把它理解掉 好 来看一下 7308要上课了 半个钟头写会提醒 所以他告诉我 还有半个钟头下课 对不对 对吧 好 来 所以这49盒里面他算出来 他的平均是X bar 是15.9英两 他的标准差是0.35英两 对不对 0.35英两 那这个他本来是说他是多少 16英两 对不对 他不是讲他应该是16 我看错了 16英两对不对 所以他是16英两 他宣称他的是16英两 但是我抽了49盒 只有多少 15.9英两 对不对 所以他有稍微轻一点 那稍微轻一点 我到底要不要 他到底是不是诚实的 到底要不要跟他进货 那我现在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 所以我的H0是什么 就是他的平均应该有16英两 对不对 那我想要拒绝他 所以H0 那我的对立假设就是 我现在算出来是小于对立英两 对立假设是说他小于16英两 好 所以我算出来是15.9 减掉16 除以什么 我们现在用谁来代替这一个 就是用样本的标准差来代替 母体的什么标准差 对不对 所以就用0.35 来除以根号19 这个是设计好的例子 所以很简单 上面是多少 上面是负的0.1 对不对 下面是多少 0.35 除以7 对不对 所以是多少 负的0.1 除以0.05 对不对 所以算出来是 负2 这样可以吗 好负2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 他是一个什么 因为我们是小于 所以他是一个 左尾 对不对 他是一个左尾的 好左尾的呢 我现在负2 一咖 负2在这里 对不对 这是负2 好负2的这块面积 第一个就是算这块面积 简单的就是算这块面积 P对不对 好 那P这是大样本 所以我只要查表就可以了 表负2 负2 你就查 记得哦 这张表是以什么 中心在这里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现在2 2在哪里 这个 所以这个是2 这一块是多少 这个是0.4772 所以呢 我要的是什么 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是0.0.0228 对不对 这块是0.0228 但是我现在要的是负2呢 负2的这一块是多少 也是0.0228 对不对 所以算出来就是0.0228 所以回来 所以就是0.0227 差不多吧 0.0227 好0.0227有没有小于0.05 有 所以就显著 对不对 所以就显著 那显著的话就代表什么 代表我认为它有偷金减量 对不对 偷金减量 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拿回去 你这个奸商 有没有 有没有 这样可以 好 好 那这个它是显著水准比较高 如果你的显著水准用的是多少 用的是0.01 对不对 它就没有偷金减量 你会发现 所以 有时候呢 他们有些东西有参数的 像这个其实是有个参数的 为什么 这个参数就是你的显著水准 你显著水准可以表 至少你有三个值可以表 0.05 0.01 0.001 对不对 至少你有三个算数可以表 好吗 你想拒绝它 你就把它弄小一点 对不对 你想要接受它 你就把它弄大一点 但是 有时候你这个出去回来 是会被拒绝掉 你如果不是用一般的 像现在如果有十几编paper 他都用0.01了 但是你是做一样的研究 但是你用的是0.05 别人就会argue你说 为什么大家都用0.01 可是你用的是0.05 所以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在做研究的时候 你多少要去看一下跟你相关的领域 他用的数据是多少 大部分的用的是多少 有没有问题 没有啦 蛮简单的 对不对 好 来看这个例子 某年高中 某个市 它的数学平均为60分 然后现在从参加指示考试的文科学生中 随机取94份考卷 你刚刚都帮你算好了 为什么 因为考你4一定要帮你算好 不然你94怎么去加 对不对 94加起来除以N除以94 第一个算错 后面就全错了 对不对 所以他帮你算出来 94份的平均是58分 它的标准差是9.2分 他想问你说文科数学跟全市的考生是否相同 猜猜看 如果是我猜 我会猜它会有一些差异 对不对 只是看这个差异 到底是显著还是不显著而已 这样可以吗 因为你文科的数学一定会比较不好一点 会比较不好一点 就像如果这个题目换过来就是 数学系的它的国文成绩 通常数学系的国文成绩会比较差一点 通常英文成绩的会比较差一点 好 所以来第一个写出我的假设 假设是什么 我的虚无假设是谁 是全市的平均成绩60分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虚无假设是什么 是μ等于等于60分 对不对 我的对立假设是什么 对立假设是说它有差异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差异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就不等于60 这样可以吗 好 μ不等于60 好 所以我们现在检查它的统计量 那算统计量之前要先算出它的平均X bar 对不对 X bar是多少 是58分 对不对 58分 它的标准差S是多少 9点 9.2 好很好 9.2 好 所以我现在要算出它的力的观察值 对不对 因为这是一个大样本的吧 为什么大样本 N等于多少 94吧 94 对不对 就是大于等于30 对不对 对它大样本的 好 所以力0等 力的观察值OBS OK 观察值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58 58 减 60 所以 所以 所以根号 N 对不对 根号多少 94 来吧 大家算一下吧 这个是-2 对不对 计算机又要出现了 9.2 根号94 你们有工程用的就用一下吧 因为我这个还要括号怎么很麻烦 好 括号好了 9.2 除以 除以 中号 94 0.949 好 对0.949 很好 所以是2.107-2.107-2.107 对不对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2.107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画图 画个图 所以这一个表示都找-2.107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要两尾吧 所以另外一边是什么 2.107 那可以接受吗 两尾 好 那两尾呢 现在我要算P值 所以P值是什么 P值就是PR 你的值 大于等于2.107 这个是多少 对不对 好 这个呢 如果不查表一样可以做 我现在教你不查表的 好 不查表怎么做呢 不查表你要先看这个显著水准 显著水准α是0.05 0.05 0.05是代表两边加起来多少 两边加起来 如果以0.05是代表什么 两边加起来0.05 所以中间是多少 0.95 对不对 0.95这个点是多少 1.96 这个点是多少 负的1.96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把这张表贴上来 1.96在哪里 是在这里对不对 这是1.96 这个是多少 负的1.96 可以吗 好 所以你看你把它对上来对上来 这一边这一块蓝色的面积 加上这一块蓝色的面积是多少 0.05 对不对 这两块面积的核是 0.05 写太多字了 他已经开始几类了 0.05 所以你会发现呢 他这个p值会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什么 我把它写清楚一点好了 小于等于pr 例子 大于等于多少 1.96 对不对 那这个是多少 0.05 对不对 0.05 所以他显著了 那他显著是一颗星 这样可以吗 一颗星 就是大 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告诉你 他的显著的水準是0.05 就可以这样做 这样做你就不用再去算 p值是谁 因为你只要知道他是小于0.05 还是大于0.05 这样可以吗 好 那 不知道p值 像我这个只是要知道 他到底显不显著 那你用这个方法就好了 为什么有时候你要算出p值 因为p值会告诉你 你的显著差异到底有多大 对不对 如果你看 如果你的条件是0.05 但是我算出来的p值是0.0003 那是不是远小于0.05 对不对 那代表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显著 所以p值可以看出他的显著能力 是吧 显著能力 可以吗 好 好 来我们来换个小样本 那小样本就要讲到昨天那辆辨色龙汽车 对不对 那个是小样本的 好 你看辨色龙开的辨色龙汽车 因为看到这个漫画还蛮好玩 辨色龙汽车的尾巴还要翘起来 因为他有尾巴 辨色龙尾巴 对不对 所以他汽车要尾巴 好 那辨色龙汽车这个是说 他们每小时10英里用这个速度去撞击测试的时候 对不对 他的修理费必须要低于1000美元 他保险公司才愿意受保 为什么 因为如果保险费太高的话 你如果撞击保险公司要付很多钱 对不对 所以他们保险公司真的会做这种讨计 真的会做这种讨计 好 这样才适不适合受保 好 所以你的修理费必须要低于1000美元 所以他的什么 他的假设是什么 假设就是我要拒绝掉1000美元 所以他的平均修理费是1000 对不对 或大于等1000 对例假设是什么 H1 就是小于1000 对不对 那我拒绝掉1000之后 我就可以接受 对不对 拒绝掉他是1000美元 就可以接受 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做了一些数据整理 对不对 开始要把这五个数据 相加取平均 所以算出来是多少 540 但是现在N只有5 N等于5 小于多少 30 所以他是小样本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算的观察值是T分数的 然后他的标准偏差 这里是除以4 这里是299 可以吗 好 等一下我再讲一个课本 课本有个地方你要注意一下 好 好 所以我们的假设你看 他假设呢 其实应该是大于等于或等于都可以 对不对 如果他的花费过高 我就要把它去卷掉 对不对 所以花费过高就是他的平均修理超过多少 1000美元 那花费合格就是要小于多少 小于1000美元 对不对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 好 所以我的统计量变成T分部的值了 T分部我现在平均是540 很小了对不对 所以减掉1000除以什么 299 然后根号多少 根号5 对不对 算出来是负的3.44 好 负的3.44 我现在要查他的 查他的P值 对不对 好 不一定要查他的P值 你看这个图 我们都不见到查他的P值 喔 负的3.44 就是我以这个我一看的话 就是要哪一段 要这一段对不对 好 这一段就是我的什么P值 可以吗 好 那P值呢 我现在来检查一下 他跟这个差多少呢 好 我现在要多少 我刚忘记了 他的显注要多少 要以0.05 当做我的显注水准 所以0.05 当做我的显注水准的话呢 等一下我把这两张图 就是他下面那张图 所以我现在的显注水准是T的 这里是多少 这里是0.05 对不对 负的 所以这是单位喔 对不对 所以单位的话是多少 0.05 在这里 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自由度呢 现在N是多少 N是4 所以 所以算出来是多少 2.13 可是2.13 为什么他是2.13 因为他看的是这一个 对不对 P0.05 这一块 然后这个值是多少 2.13 这样可以吗 2.13 所以这个值应该是什么 负的 2.13 这样可以接受吗 所以这边是负的2.13喔 所以是小于负的 2.13 这样可以接受吗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我的P值 从这里我就可以得到结论 P值会小于多少 0.05 这样可以吗 所以他是显著 1颗stark 可以吗 好 所以显著了 对不对 显著了代表什么 显著代表谁要被 铝卷掉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要被铝卷掉 所以他的花费会不会超过1,000 不会 他的修理花费不会超过1,000 那我就可以接受这个花费 所以我的保险公司就可以让他受罚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我是铝卷掉H0 但是我接受了H1 我铝卷掉H0的时候 我会接受H1 H1就是你的花费小于1,000 我讲实话 这个东西我弄了很久 为什么弄了很久 因为我会 以前念书的时候 我一直搞不懂 接受跟拒绝 这个我一直搞不懂 因为我一直会觉得说 我明明是要什么 是要接受小于1,000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是把小于1,000 放在虚无假设 对不对 然后算出来接受他 这样可以吗 但是这样即使后来我慢慢才搞懂 我刚刚一直弄到那句话 你的证据是要把什么 把它推翻掉的 如果你的证据够强 就可以把它推翻掉 你只要把它推翻掉之后 就像你法官 你只要证据够 你就把它判刑 对不对 法官证据够就会判刑 但是当你证据不够的时候 你只是暂时接受他而已 这样可以吗 所以你如果把你要的 假设你现在把U小于1,000 放在虚无假设 你U小于1,000 如果当作虚无假设 那你现在变成 你接受他是代表你的证据 不够 对不对 你证据不够接受他 这样听起来不是很奇怪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要证据充足 把理解掉才是对的 我后来是自己这样告诉自己 慢慢的才可以了解 这有点像 所以你看他的保单就可以拿到了 对不对 他就可以申请保险 他就可以申请保险 所以你看他们这个是相反的 对不对 他是先假设什么 汽车公司是有罪的 对不对 所以保险的做法是刚好是颠倒的 他会呈现什么 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无辜 他无辜就是符合规定 所以他做法都不太一样 所以要看你的虚无假设 其实是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现在有一个题目 这个是小的题目 这有多少个 20份问卷 所以N等于多少 20 小于30 小样本 他总共只有20份试卷 7276 这样下去 然后他说 统一测验的平均分数是65 他现在要看什么 该效的平均分数跟全区的是否一致 是否有差异 对不对 是否有差异 好 这时候就是小样本的题目了 这时候我们先写出所有假设 第一个H0 就是什么 μ平均分数等于多少 65 对不对 这个抹区整个的是65 对不对 H1是什么 不等于65 对不对 有没有差异 有没有不等于65 大的也算小的也算 有差异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这种东西在什么地方很重要 在 呃 城乡差距大的地方很重要 像其实513就算 对不对 513区 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做一些统计出来 发现那个什么幼稚园的那个平均程度 比我们这个负小的 负射幼稚园平均程度来的高 所以他们就会送到那个实验小学 对不对 实验幼稚园 听说这边很多老师都把小朋友送到实验幼稚园 我不知道对不对 H0μ等于65 H1μ不等于65 对不对 然后上面已经帮你算出来 Sbar是多少 S是多少 所以来大家算一下统计量吧 动一下比吧 我们是40分下车吗 下次再算好不好 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第一个 他的虚无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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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希望什么 跟全区是 假设是 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的虚无假设 就是H0 μ等于65 对不对 好 H1 就是我的对立假设 对立假设 它是不是一致嘛 它并没有告诉你小于或大于 对不对 所以就是 不等于 至于65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开始算它的统计量 对不对 好 那统计量我们现在用的 因为 我们的N是多少 N N是20 还记得吗 好对不对 N是20 是小于30 所以它是小样本的情况 所以小样本的情况 我们算的统计量 是T统计量 对不对 可以吗 好 T统计量会等于什么呢 会等于 69.8 减掉平均数 65 标准差 9.47 足以 更号 19 还是20 20 好 这里是20 哦 因为是S 除以更号 它主要是它在查表的时候 它可以要 减 再按减 这样可以吗 好 这个算出来多少 你帮我算一下吗 对 你们算 我用心算 咦 好 哈哈哈哈 没事 我用心算 算出来是 2.266 那考试你们就真的要算 考试你们没有那么厉害 不可能 你都背着起来了 对不对 好 好 那算完这个2.266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 记得我们都尽量用画图 对不对 尽量画图来看 好 我们现在呢 是什么 它是一个T分布 现在是一个T分布 好 T分布呢 我们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的观察值 2.266在这里 T的OBS 对不对 这是我们2.266 一个正的 一个负的 对不对 T的OBS 那OBS现在正的 所以这个是负的 可以吗 右边是正的 左边是负的 那我们希望看看 这两块面积 这两块面积 就是我的什么 P值 对不对 我希望我的P值 是不是小于 0.05 就是一个显著 好 所以这时候 我们要来查表 查一下 当P值 当你的中间的面积 这α是0.05 好 我们看表 好了 好 当你的α 我们现在希望看到 我们现在希望看到什么 跟 α是0.05 这个显著来比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看它的P值 好去收到 如果这个地方 是0.05 这两块面积是α 这两块面积如果加起来是 α是0.05 它代表你的双尾是0.05 对不对 所以你查表去查什么 双尾的 对不对 好双尾的在那里 0.05 值在这里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呢 你的n是多少 n是20 所以degrees of freedom 是 19 对不对 所以19在那里 在这里 2.93 所以这个值是多少 2.9 我写错了 2.093 这个值是负的 2.093 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2的 2.093 搬回来 好用别的颜色 来 这个算出来是 2.266 对不对 所以2.093 是在这里 负的2.093 是在这里 好那我们知道 蓝色的旁边这一块面积 跟这一块面积加起来 小等于0.05 对不对 这两块蓝色的 0.05 所以红色的是一定小于 0.05 好 所以我们的P值是什么呢 P值就是PR 我现在是我的T值 我写错了 要刮 好 我的T值的绝对值 要大于多少 要大于多少 T的OPS 对不对 OPS是多少 2.266 对不对 好2.266 那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这块面积会小于等于 红色的 我还是用蓝色的 好PR 好 T值 大于多少 2.093 对不对 那这块面积 我们刚查出来 这块面积就是我的显注 所以是0.05 有没有 好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1颗C的显注 对不对 好 1颗C的显注 那显注是什么意思 代表 这个学校的成绩 跟整体的成绩 是有差异的 对不对 是有差异的 好 那可以接受吗 好 对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 像我们在 在我以前的念的 我以前高中念的是 我好像 我那个学校 我那个学校 每一届呢 男生只有250个 女生是男生的三倍 女生有750个 好 那 所以我们男生是第二自愿 就是 除了一中下来 就是我们 但是我们整个平均起来 跟一中之间 还是有差距 好 这样 这个例子可以接受吗 好 可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叫决策理论 这个呢 这个部分 这个决 怎么少一点 多一点 多一点 是不是下面那个多一点 对不对 所以是上面那个对了 好 下面那个办法 他写错了 好 好 那什么叫决策理论呢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所谓的行一误差 跟行二误差 会看到两个行的误差 那这个我没有讲得很仔细 因为这个你们以前应该有学过 对不对 行一误差跟行二误差 所以我把稍微的概念讲给你听就好了 好 好 那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个呢 我们现在假设现在有一个面包机 好 我们这个面包机呢 它如果 如果 或者在抽烟你可以 你想像人抽烟你可以 然后上面放了一个点烟器 好 那你抽烟 点烟器 如果调得很明明 调得很明明 之后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行一误差很小的话 就调得很明明 那调得很明明 你那个一点点烟 它就开始喷水了 对不对 可以吗 好 但是呢 你怎么让它调得不明明 你就直接把电子拔掉 它就不明明了 有没有 所以行一误差跟行二误差的概念 跟这个就有点像 跟这个就有点像 好 我来看看 所以叫行一误差 行一误差就是呢 我现在火警来了 想举个例子 我现在有火警 有火警但是你的警报没有响 对不对 警报没有响 这就是所谓的行一误差 发生了错误了 对不对 火警来了 警报没有响 这是你的行一误差 那你怎么去降低行一误差 你就把警报器调得 灵敏一点 对不对 你的行一误差就会比较 响 可以接受吗 再听一次 现在失火了 你的警报没有响 警报没有响是代表什么 代表 这叫行一误差 是代表他失火 他没有办法感应 对不对 那你就把它调明一点 他就会感应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降低你的行一误差 但是你会增加另外一个 叫行二误差 就是 你抽一个烟 他也会噴水 对不对 所以你的行二误差 就会增加了 行二误差就会增加了 好 所以行二误差是什么呢 行二误差就是 诶 我是不是讲颠倒了 我讲颠倒了 好 第一行误差就是 没有火 但是却有警报 对不对 第二行误差 我刚讲颠倒了 失火了 却没有警报 对不对 失火却没有警报 那你怎么把 你怎么把 第一个误差呢 把它避免掉 没有火 它有警报 怎么把它避免掉 你就把电池拔掉 它就避免掉了 对不对 但是你把电池拔掉之后 它是不是就不会叫 对 它不会叫 所以它第二行误差 它就会发生了 这样可以吗 好 其实那个颠倒是没有关系 再把它颠倒回来就好 只是我讲的 刚好跟漫画写着颠倒而已 好 所以我们会有两个错误 两个错误 来 第一个错误是什么呢 第一个错误就是你的 虚无假设是真的 但是你把它拒绝掉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显著水准吗 对不对 可以吗 我刚才一开始不是假设 它为真吗 对不对 中间是μ为真的 对不对 然后呢我接下来算一个dispution 有没有 然后如果它的什么 它旁边的p值小于什么 小于的显著水准 R 那这样子呢 就把它reject掉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微真的情况底下 你会把它reject掉的 机率是多少 是不是这两块 只要小于这两块 就会被reject掉 对不对 所以它的行义误差 就是所谓的r法 这样可以吗 好 这是你算出来显著水准 好 那另外一个显著 另外一个行二误差 行二误差是什么 就是h0为假 就是你的虚无假设是错的 但是你竟然没有拒绝它 这也是错误的 对不对 它是错的你又没有拒绝它 对不对 这就是行二误差 那这个呢我们叫做β 这个叫β 等下我会看到r法跟β之间的关系 好 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h0为真 但是我把它拒绝掉 对不对 这就是我的错误率 对不对 这就是我的行入差 可以吗 这就是行一 对不对 上面这个是正确的 h0为真 你不拒绝它 是正确的 对不对 好 这个也是正确的 h1为真 就是h0为假 对不对 h0为假 对不对 但是呢你拒绝它了 对不对 这个也是对的吧 对不对 那行二误差在哪里 行二误差就是上面这一块 有没有 h1为真 就是h0是错的 但是你不拒绝它 对不对 这就是行二误差 这样可以吗 行二误差 所以这是行一误差 这是行二误差 好 所以呢行一误差是什么 就是刚刚讲的 对不对 h0为真 但是我们竟然把h0给它 拒绝掉了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行一误差 那我们刚刚讲的检定 其实大部分都是看在什么 看在行一误差 因为我们都假设它为真 我们需要把它拒绝掉 对不对 拒绝掉的这个错误呢 就是所谓的行一误差 这样可以吗 好 但是呢有些情况底下它不会 有些情况底下呢 我们需要看的是什么 行二误差 行二误差 像这种 这种例子 像这种排放污水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常常我们都必须要用到行二误差 那我这边就不细讲了 我这边就只是告诉你 像这样的环境上面的例子 有时候行二误差呢 变大 反而比较危险 比较危险 比较不好 有没有看到它这边有告诉你说 如果呢 你没有把它拒绝掉的话呢 它为什么 它认为它可以 就可以继续排放这个污水 那它排放这个污水 因为它没有达到显著嘛 它没有达到显著 所以你没有把它拒绝掉嘛 你没有拒绝掉之后 它就会继续排放这个污水 那它继续排放这个污水呢 就会尽量 就会再污染而穿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些很多 应该没有很多啦 有些部分的case 它会去注意这个行二误差 行二误差就是什么 就是你本来是假的 H0为假 但是你接受了什么 接受了H0 H0为假 就是在HA是真的情况下 接受了H0 这就是你的第二型误差 那第二型误差呢 我们会称作它的 叫做1-β 这外面呢 任何一本书都是这样写的 都是写1-β 好 最重要的是下面这张图 行一误差跟行二误差之间的关系 好 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中间是什么 我们假设它是μ0 对不对 μ0为真 我们上次有讲 刚刚有讲 对不对 如果你的α 这一块是就是你的显著水准 对不对 α就是你的显著水准 只要你的p值能小于这个α 我们就会把它理解掉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如果它是你理解掉是错的 这个就是行一误差 对不对 α就会等于什么pr 你在H0是真的情况底下 你竟然把H0做reject 对不对 可以吗 可以接受 好 那行二误差是什么呢 行二误差 刚好是下面这个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中心点在这里 中心点在这里就是 H0是什么 是假的 对不对 H0是假的 可以吗 HA是真的 但是你竟然给它怎样 接受了这一块 对不对 这一块就是接受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块就是接受了 所以你接受了H0 所以H0被接受了 这个就是你的什么 行二误差 对吗 那这一块呢 我们会叫它叫做什么 叫做 一键 写不出来 叫什么呢 来看一下 叫什么 叫 βββ 不是叫β 减定力才是一键β 所以它就是什么 β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呢 就像刚刚讲的 我现在希望能够把 行一误差降低 那你怎么把行一误差降低 就是把你的显著水准 把它放小 对不对 显著水准如果变成0.01 这一条线就会往这边跑 对不对 可以吗 那往这边跑的话 你的p值才会 变得更小 才会变显著嘛 所以你如果把你的 这一条往这边搬的时候 你的显著水准就是被降低了 显著水准降低呢 你的行一误差就 缩小了 对不对 因为你行一误差剩下什么 剩下紫色的这一块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行一误差减小了 你的 行二误差变大 对不对 所以行一误差降低的情况底下 会影响到行二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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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在有些case的时候呢 如果你放下 放下行一误差 的后果 的后果 比较严重 现在就是要选择这个α 如果你发现 这一个 犯下这个误差 比较严重 那比较严重 我就要想办法把α 怎样 缩小 对不对 我就要想办法把α缩小 所以我的α 就要取 小一点 对不对 所以α就可以用较小的 0.01 两个水准 可以吗 那α也可以更小 我有看过α 是这个 很少见 0.001 那他就是什么 三颗星 好不好 就是三颗星 好 但是呢 如果你发现了 你犯的是什么 行二误差 后果比较严重 也就是说呢 你是哪里比较严重 是下面这个 这个如果变大比较严重 那怎么办 那你这一根 就不可以往右扳了 对不对 这一根就必须要往 不可以往左扳 就可以要往右边 扳一点点 对不对 往右边扳一点点 就等于是把 行二误差缩小 但是你的行一误差会 增大 那你行一误差增大 就是代表你的什么 你的显著水准 要变大一点 对不对 显著水准要变大一点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行二误差 严重 比较严重的话 犯了行二误差比较严重 那你的α值 就要适当的调大 对不对 例如呢 我就把它设成什么 0.05 就叫显著 这样可以吗 所以这主要是 用行一误差 跟行二误差的概念 来协助你 怎么去挑选这个α 好 那我们这一段就讲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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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 赶账 对 好 隙 小心